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343点 成交量今天补出来 1098亿 所以昨天前天亮素的时候跟大家说 那时日线这边 月线这边测试一下非常正常 那当然还会再往年线走 那这个当然就 现在就在印证之中 那事实上如果你看OTC的走势的话 那来得更强 因为OTC距离年线非常的近 也就是说 那OTC会先过年线 那再来大盘过年线 那其实这意思就是说 那长线的趋势过年线 其实就完全半多了 所以其实这种格局之下 就是把握机会 然后赚钱而已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在小细节上面指数 涨一点点跌一点点之间 去琢磨就没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因为你确定这格局是往上化 当然就是重点就是个股 那个股当然是早有爆发力的股票 对而且今年 就每一年一定有新东西 那有新的东西当然就会有 有没有大复活的股票 今年大成长的股票 那当然也会有新体财 所以其实就掌握个股就好了 那个股当然不一定每天涨停 但也涨不停 那其实涨不停的意思就是越赚越多 所以其实就直接把 我有爆发力的股票 然后就一口气来赚钱 那我想 现在量开始增加 那今天1098亿 那OTC应该很快就会过年限了 那量就会更大 应该说会越来越热 那也会越来越快 所以就直接把握表股就对了 尤其是这种有大空间的股票 就一次把它锁定 那当然是不会每天涨停 但是也涨不停 对不对 是不是急需创新高 那今天核心是11块8毛钱 所以你看其实这一波上来 没有每天涨停但就涨不停 对不对 那么股价这很低 对不对 才10块出头而已 那今天创新高 其实也才11块8毛钱 不过后面就是一路大成长 对就一路大成长 那也一路往上 那2月的营收也很漂亮 那2月营收 产能利用率也是基础往上 那当然1月往上 2月往上 3月就更快 3月产能利用率就非常强 那拉到9成以上 然后再来就是一路爆满了 到年底就这样 所以每一年都有一些大幅活的 这个很正常 那没有每天涨停但也涨不停 对不对 你任何时间买 反正都是一样可以赚钱 而且你看节目也很清楚 你是不是讲得很白 对跟你说但你买好 而且你又可以买多 那你现在回头一看 其实轻轻松松就是一大段 就可以轻松赚 那当然今天创新高很正常 昨天也是创新高 今天礼拜五也创新高 已经连续三天都创新高 那不会涨停但是涨不停 对就是一路涨 那当然本来 今年就大成长 对不对 那台湾就只有一家而已 来我们看字卡 那只有一家而已 这是台湾独家 那台湾独家里面今年三星是大成长 那还有加上新的大陆的OLED订单 所以今年三星大成长弧度是很大 那再来新的大陆OLED的新订单 这个也是有没有 从无到有的新东西 那所以三月开始就一路满单了 就一路爆满到年底 那二月的营收月增14.4% 年增17% 那三月营收比二月还会更强 而且从三月开始就是会一路满单 然后一路到年底 所以这本来就非常强了 重点是股价很低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上来 其实也是很轻松转 那一路上来没有每天涨停 不过反正就涨不停 那一路往上 那11块8毛钱今天再创新高 所有朋友 你有买都可以赚钱 而且是大小资金都可以赚 所以是非常好的机会 反正大盘其实整理的也是整理完了 整理完就往上 那其实本来就是那格局 就是已经翻多了 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到月线这边 下面还有一个景线 那景线也表示什么 那景线是个大底 那个大底是 对不对 打了多久的底 然后那底很扎实 那就告诉你 反正今年就是越来越好 就越来越强了 那所以 其实我严格讲起来 应该算七点而已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打完大底以后突破以后拉回 然后拉回后测试 测试以后再放量往上 这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起点 那另外一个起点要做什么 当然就涨会标股 所以其实 当然指数就很清楚 它就是 还是一路往上 那这格局就没变 但重点就是个股上面 当然涨会有爆发力的股票 对不对 一起来赚大钱 所以虽然没有每天涨停 但是也是涨不停 那11块8毛钱再创新高 那反正就是 后面还是持续会一路创新高 因为如果满单的话 数字是会很漂亮 对 尤其是以11块8毛钱 这种股价来看的话 那这个也是 绝对是严重低估 所以一路创新高 是指数可待 现在也是一路创新高 所以其实有很多 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就是有爆发力的股票 其实有时候你一回头看 它就是涨一大乱了 就是一路上 对不对 像是光照 那个时候是20块附近 有没有20块附近 那20块附近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定会涨 对这就一定会涨 那本来今年就是大好 因为8岁都满了 对8岁现在的话 东西是爆满 那最受惠就是它 那当然12岁下半年 又开始贡献 那个有新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今年获利也是非常强 那再来这个本益比就很低 所以这种股价评比重新调整 就是说股价的月顶 这个是就一定会来 所以当时也才20块这边 有没有 你随便买也是随便赚 有没有都可以赚哪钱 而且是买了之后就现买现赚 对不对 就直接赚钱 那你回来看 其实现在有没有 就一路往上 那虽然不是每天涨停 不过也是涨不停了 有没有 就一路创新高 那往上创新高 对到27块钱 那27块钱震荡一下 其实又准备创新高 对还是要创新高 那20块到27块钱 这样已经35%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随便买10张 只要20万 就赚7万 而且还随身要创新高 还要持续往上 所以把握标股就对了 其实有些股票是 很合理就会涨 因为全世界也没剩几个了 那需求就大好 那12吋爆满 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那再来8吋爆满之后 12吋下半年又开始贡献 所以今年就一季比一季强 就越来越强 那话说回来 全世界还真的是 没剩几家了 那大陆这一块 那更少 讲得出来的 比较能看的 大概就是那一个 就一家而已 所以这也是 没有每天涨停但也涨不停 那一样随时要创新高 所以我就说要把握 其实很多好机会 当然低价股票 有转机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些股票其实 像1、20块的股票 有时候 它有转机的时候 这很容易就会大涨 那那个转机 通常都是有新东西 那有新东西就当然涨 对我们看看这一档 来 二月订单有递延到三月 所以三月这边 歪歪歪到三层 那其实这档股票整理蛮久了 也整理很久 这前面有减资 减资了以后上去之后 减资完之后打了一个打底 打完底以后开始往上 那现在再也开始往上 对不对 那么三月歪歪歪就上回三层了 而且其实往后都一路越来越强 因为四月开始就全面换成用轨去 那全面转做Flash的话 这个比它原来的毛利要高很多 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转型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有没有新的东西新订单 那这ASP是高 是高蛮多的啦 所以获利很大 那其实三月份就大好了嘛 三月份 应收就开始上去了 那四月份开始 你们换成新的Flash以后 Flash这个毛利又比原来更高 那这是减资后的股票 那股价很低啊 对不对 股价就十几块钱 那十几块钱 不过今年的获利 这个就有爆发力了 因为我刚说转成这个以后 它的毛利其实够蛮多的 那加上营收也上来 那所以全年就上开两块钱了 那股价现在才十几块 而且这十几块还不是什么十八十九 现在是有没有十四块多 十四块都全年挑战两块钱 所以其实还蛮有空间的 而且大股东金士顿当时在 十五块到十五点五之间 买了五万多张 你现在价钱比大概低耶 那金士顿当然就是跟这个有关嘛 当然就这个嘛 对不对 那十五到十五块半 现在股价才十四块多耶 而且那个十五到十五块半是减之前 那如果减之前的话换算回来 换之后股价会调整 如果换算回来的话 其实应该是在十九块付近 严格讲起来 真正的成本应该是十九块付近 那现在股价才多少钱 现在股价才多少钱而已 对不对 这很有空间 那重点就是低价 对才十几块钱 所以有些股票是很有机会的 而且容易赚大钱 那所以才讲说大盘 其实昨天就讲很清楚了嘛 那这边震到一两天 你看那个量缩多好 那量缩得很好 再来再往上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要掌握新标股 而且其实今年题材蛮多的耶 还有蛮多新题材耶 现在一二月公布出来了嘛 那现在大家看三月份了 对不对 那其实有很多人今年都有新东西的 然后球码也很漂亮 所以其实有 今年有蛮多新的不同题材 那新的题材当然都最容易找 所以其实现在重点也蛮简单的啦 我觉得就直接锁定新标股啊 对不对 然后这种有爆发力的股票 你就一口气大赚嘛 就直接来赚大钱 所以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 在讨论大盘指数 怎样怎样等等之类的 其实那有时候是 有点 我是觉得没有把格局放大 因为那本来就是 对不对 一段上来之后 本来涨多震荡就正常嘛 那震荡的就是物料创新高嘛 那震荡的时候 你看前两天 也没有拉回的时候震荡一下 其实也没有回多少 但是你看马上量就缩掉 那缩掉以后 就跟你讲那也不会破嘛 对 那就买点了 那买点到了之后 你看今天 对不对 一上去后量就出来了 那再往上到年限了 OTC一定先过 那OTC先过年限以后 第一个就先就有了嘛 那过年限有很多人会回补的 尤其很多大资金的 年限过的就是翻多了啦 就真的翻多了 而且那是长线翻多 还不是短线翻多 那长线翻多出什么 当然是买股票嘛 那买股票所以 我想很快就看到了啦 OTC是很快就会过 那一旦过了以后 那个盘就热了 就会变得越来越热 那越来越热的话当然 重点你还是放在个股上嘛 尤其今年的新题材 那讲到今年的新题材的话 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喔 因为昨天才这个 昨天才完成的那个禁拍 那昨天禁拍的结果 明天早上会公布出来 好 那么 应该是很踊跃啦 那我想价位也不会低啊 那事实上就已经被锁定 怎么会低 来我们来看这个是围影 那我们这两天稍微整理一下 那这两天因为禁拍嘛 对不对 昨天禁拍才刚刚结束 对不对今天正式的 然后明天早上就会公布出来 那这几天在禁拍的时候 稍微震荡一下 震荡就很正常 那明天早上公布出来 看来应该明天就可以转强了 差不多就是这里了 那其实这个就是 其实很多人要拍啦 所以那价钱也不会低啊 那当然伺服器百分之一百 全部都伺服器 那伺服器当然是用在资料中心云端 这全部今年都大成长 那出的客户是出微软出FB 这是原来大客户 那下半年还要把亚马逊加进来 所以那客户其实都很坚强 而且这全部都是要增加今年的这个 资料中心 大家都在用这些 那微软FB或者是亚马逊资料中心云端 这都不用讲了嘛 这本来就一路增加 对不对 因为现在拼就拼这个嘛 要不然他们拼什么 那现在拼就是拼后面的数据嘛 那拼数据就是资料中心嘛 资料中心就是伺服器嘛 那伺服器这里就是它最主要嘛 而且现在他们又不用经过以前那些 什么Dale那些 所以就获利更高 那云端的资本支出下半年 还会上去 下半年还会上去 所以全球的云端资本支出 在下半年会开始往上 而且现在因为还有边缘运算 那边缘运算加进去之后 这云端资本数更高 所以这趋势其实也是 就是一定来啊 而且现在其实还是很明显啊 那所以股价它也是非常强啊 也是一路走多啊 那这两天 竞拍的时候会休息一下下 对啊 那这个是 这个就这样子啊 那它就有一定的 一定的一些美感 反正这两天竞拍的时候 就是休息一下 那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结果会出来嘛 那结果出来我想应该是 反正不会低啦 但重点是结果出来后就准备涨了 再来就准备创新的 那因为获利是很好啊 对不对 今年的EPS上开40块 所以其实如果讲本一比的话 还是空间蛮大的 因为这个算是非常大的 全球的大厂 那全球领头的EPS 40块钱 那现在PG才多少 所以这其实会往上 而且加上 现在它的市值已经700了 因为挂牌以后股本是18亿 那如果用挂牌以后股本来算的话 现在市值等于是已经到了700 那700多 再涨上去就会 就可能要进入MACI 那进入MACI的话 这就跟 对不对 这个就 这个法案就可以买不可了 所以其实700多 大概再上去一点就真的准备 很有机会要进去MACI 那要进去的话 那法案就一定买 而且它又是全球里面最大 对不对 那你在全球里面最大 然后今年的获利是总数字 所以那一定会上去 对不对 你获利这种数字全球最大 你觉得P要多少 不可能10倍 10倍也太低 因为这全球排在前面的 对不对 就已经是全球龙头了 然后再加上 对不对 全球龙头 然后东西又独门 也不是说独门 应该说今年下半年 就很多人会增加 很多人会增加 这方面的东西 就很多人要买就对了 因为资本支出就增加 那资本支出增加 那获利又强 所以如果以龙头型的公司 然后这种获利又好 然后趋势又对 这其实没什么10倍的道理 那讲起来应该 15 20倍也是很正常 不过这样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700多亿的市值了 对不对 挂牌后18亿多的股本 那以下的股价就700多亿市值 那其实再往上一些就 就准备要 对不对 要进一门西来 那如果进一门西来的话 你说 这个一定噴出吗 那所以这两天 因为竞标 这其实是蛮漂亮的 因为竞标的时候都这样子 对不对 那当然有些人竞标 买不到的大概就会 就会直接水上去 所以这个也是很快就会转强 所以其实有很多新题材 那新题材空间都蛮大的 因为如果说在想说这个EPS 40块钱 然后又是全球龙头 然后趋势又对 然后数字又明确 而且还有MACI 可能要进去的题材 那这样的话其实 现在十倍都不到 其实还蛮 空间还蛮大的 那当然反正明天早上就公布了 那明天早上公布之后 很多没买到的 应该就直接进来买了 那再来 这两天在竞拍的时候 稍微整理一下 其实都这样子 你看圆林是不是这样 竞拍的时候就整理一下 整理完竞拍完 就标出去了 而且还标很大 那个标非常非常的大 从三级就标到五级 对不对 一口气喷出去 然后到挂牌的时候 已经50级 对不对 就一路大涨 那个就是 就我刚刚讲那个逻辑 那其实 如果讲起来它更强 讲起来基本上是更强 成长性更大 对不对 它的成长性当然是比圆林高 这是不用置疑的 那讲本益比也是比它低很多 而且低非常多 对不对 那个本益比是低很多 因为圆林 现在本益比都多少了 对不对 话说回来现在回影是 十倍都不到 那十倍都不到的话 那空间超大 而且如果要讲产业趋势的话 原因是有利益性 对不对 因为那利益性就是 反正全世界是没有几家在做 但是它的比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爆发力没这么强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存讲产业的话 那伺服器是要中心云端 这爆发力绝对更大 绝对是更大 因为它几个客户 今年全部都是 对不对 资本支付都要大增加 都要扩建 那这些它原来客户就已经这样在做 还有加上云端 对不对 云端后面的边缘运算中心 所以现在连那个Yandex那种 有没有 其他的二线的那一些 这个云端都在涨 国外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都涨很多 所以如果要讲产业的话 这绝对更强 但本益比低很多 所以就等着这两天看好戏吧 反正像这种一分出都可以赚很多 所以说今年有很多新体材 还没有跟上就直接跟上就好了 那当然空间大就一次 对不对 准备好一次来大转 还没有跟上要赶快 那还没有跟上 当然赶快跟上现在 刚刚发动而已 大盘也刚刚发动 那个股也是一样 那正准备要起场 要分出股票更好 一起来就拿钱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聊再回来 新的资讯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小时 中文字幕开订阅 大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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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大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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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今年当然很有东西的应用就变多 那应用变多的话当然在里面就会受惠 那所以像光学这边的话当然今年手机 有很多新用的东西 那因为手机反正镜头就变多 还加上平下式的光学指纹变式 所以比起来是增长蛮多的 因为价钱是差了快一倍 但是获利各方面都是更好 那EPS比较高 毛利率也比较高 那加上这个是已经有先反应了 那这个还没有反应 好 所以其实就是说现在股票没有每天涨停 不过也是一路往上 也是一样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因为你买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赚 就可以直接获利 那当然后面就是一路创新高上去了 就一路续创新高 那一路续创新高到62块9毛钱 那一样创新高 那么话说回来你看震荡一下之后 就准备随时要创新高了 那早上是差一点点 那通常下来的模式就是 会洗一下下 然后再来又创新高 这个其实现在就 现在就很正常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你要隔一两天来看就发现 很多股票它不涨停 但是也涨不停 因为它很容易震荡 洗一下之后上去又创新高 然后就一路往上 那不过 大盘上年线或者是OTC上年线以后 那个热度就会更大 那热度更大以后就更快 所以有爆发力还是要锁定 因为那今年是新增的 新的东西 那当然新的东西就是等于是 等于力上加力 因为本来人家车用就大成长 本来今年就有新客户 那是本来的东西 那加上新的东西才没有反应的新东西 那新东西当然空间就更大 所以当然工学这一块 有没有 现在上来以后也是越来越强 那当然比价起来的话 当然这个就差很多了嘛 这就一路往上 所以要把握好了 有些股票今年就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空间很大 因为新题材没有反应的话 当然等于还没有反应在股价上嘛 那反应以后就不是这样嘛 那当时新具科以前没有反应这个的时候 那股价是多少 对不对 那股价格现在是差十万八千里了 那现金光就等于是当时小时候的新具科 对不过新具科是已经涨一大段了 是已经涨上去了 那现金光是还没有涨的正准备要涨了 所以其实光这块也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光这里今年应用就确实是变多 所以还没有把握的就记得一定要把握 那讲到光的话要谈谈另外一档股票了 那这档股票也是很活泼 那不过一个更大的重点是还真蛮低档的 低档而且在很漂亮的位置 因为其实很多光的股票都是从当时题材还没出来的时候 低档打底 然后后来就开始往上 那当然题材后面总会出来 因为有时候不想讲 但是有时候到最后也是大家会知道 只是到时候知道的时候就不是这个家 那所以有很多股票 这种题材还没有出来都是最好的 来我们来看看这档 那这个正准备要发动 另外一个务必一定要把握的光 好那这个是还没有发动 才正准备要发动 那非常非常低档 而且很低机器 位置缩起来真的很低 而且还刚导完大底 那现在就正准备要喷出去的时候 那一旦喷出之后 那就直接上去了 因为这新故事 就是新的东西 那新故事现在是 还没有人知道了 报纸你也没看到 不过往往都是 反正再来你就会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家 那重点是其实在低档还没有喷出的时候 然后正准备要起上 就是最好的时候 那时候最容易就拿去 因为每一次他发动的时候都很大端 都很大端 前面那一端我记得好像是 应该三倍吧 应该是三倍了 那现在是刚刚要站上年线 正准备要上年线了 上次上年线以后是三倍 上年线以后三倍 再上一次也是一样 都是用倍算的 但每次上年线以后都是很大很大端 都非常大端 那当然到年线都有故事嘛 一定是有新东西嘛 那这一次有新的故事 这故事是大家还不知道的故事 那不过现在正准备要喷出了 现在在年线附近正准备要喷出 那一旦喷出之后 如果照以前的范例的话 那就都是随便都是两倍三倍 那很可怕 所以我才说要把握好嘛 所以才说是务必要把握的光 那当然我觉得你也可以单股做 因为你直接锁定一档标股也是 也是可以赚得很痛快 那更何况是正要喷出的标股 在低档还正要喷出的 然后又是别人不知道题材 所以就把握单股吧 用单股来赚钱 那还没有跟上的话 记得一定要跟上 单股让你是很没有负担 而且再来的话又可以直接赚很多 重点是标股 刚发动的标股 全力锁定好 还没有跟上记得要把握单股 欢迎大家一起来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